詞曲 李宗盛 各位朋友午安 歡迎大家來到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參加我們第一次舉辦的 第一屆台灣童書節 我想今天會來到現場的朋友 應該都是對於推動閱讀 或者對於親子教育 都非常非常有心的 可能有一些是家長 可能有一些是老師 也許有一些是 看起來像大人 其實內心還是一個孩子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到這個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來參與今天下午的這個活動 在活動開始之前 請容許我 佔用一點點時間 我要為大家朗讀一首 我很喜歡的短詩 這首短詩的作者 是我們今天的講者 就是黃春明老師 那麼他是我們台灣國寶級的文學大師 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 當一個大師已經成為一個大師之後 他竟然還願意俯身為孩子講故事 還願意帶著孩子 一起來創辦了兒童劇團 只要是孩子看到他就會發自內心的笑 他在很多孩子的眼中是一個爺爺 大家叫他黃爺爺 可是呢如果你認識他 你有機會像我一樣跟他有一點親近的話 你就會明白這個黃爺爺的內心 永遠住著一個小孩子 那現在我就要來為大家朗讀這一首 那這一首呢是黃春明老師 他的一系列的童書絲畫作品 你看到他的這些圖畫 不是畫出來的 他其實是絲出來的 用手絲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他永遠不會有一模一樣的絲畫作品出現 那麼黃春明老師的這一本書叫做 小駝背 他講的是一個駝背的孩子 失去媽媽 那麼他就寫了這樣子的一首詩 叫做仰望著 那孩子仰望著 仰望到帽子都往後掉 那孩子撿起帽子仰望 仰望繁星的夜空 那孩子的媽媽曾經說 地上死了一個人 天上就多出一顆星 那孩子的爸爸說 他是一個小傻瓜 那麼愛看天上的星星 那孩子默默地 向繁星的夜空問 媽媽 您到底是哪一顆呀 這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小孩 在懷念他的母親的一首詩 送給喜歡他的人 我是這樣理解的 這不單只是故事裡面的小駝背 因為我長期以來 作為黃老師的粉絲 所以呢 我也讀過黃老師的一些傳記 我知道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 他失去了母親 結果呢 他就擁有更多更豐沛的愛 貢獻給了文學 創作 以及所有的孩子 黃老師是一個非常謙充的人 在一次演講的場合中 他曾經說 我沒有學歷 我不是碩士 也不是博士 他說我也不是一個教授 好像感覺自己沒有什麼學歷 也沒有什麼學術的地位 但是呢 我就很想告訴黃老師說 您雖然不是一個碩士 不是一個博士 但是呢 有多少碩士博士 是因為研究您的作品才能夠得到學位的 雖然說您確實在大學裡面沒有一個教職 但是像我這樣子的中文系老師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是因為跟學生一起討論你的作品 才讓我們的現代文學課可以上得這樣豐富 所以如果沒有你 其實真的 我們整個現代文學的版圖 就會缺乏了很光滑的一塊 我個人最想跟黃老師學習的就是 黃春明老師今年已經78歲了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他顯現出一點點倦怠的樣子 永遠是那樣的充滿熱情 充滿了能量 現在我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 在我擔任光華新文化中心主任這段時間 在我們創辦了童書節的時候 能夠邀請到黃春明老師 在昨天大風大雨的情況之下 他的飛機盤旋在天空無法降落 然而最終他還是能夠來到我們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跟所有親愛的朋友們見面 現在就讓我們以熱力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黃春明老師 非常謝謝各位關心小孩子的爸爸媽媽還有老師 很高興在各個場地啊 都有人這樣來聚在一起啊 聽我這個78歲的老人啊 你們還肯來這樣鼓勵我 非常謝謝 那麼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標題 或者學術上的一個什麼來跟各位談 大概是人活得老啦 常常以老賣老會有對年輕人有一句話 我過的橋啊還比你們走的路還要長 我吃的鹽靶還比你們吃的米飯還要多 就是相當以老賣老 多多少少還有一點道理 因為在過去學校啦 知識的教育還沒有那麼普遍的時候啊 那些農民 絕大部分的農夫或者貧苦的人呢 他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教育 他們生活上就一直在學習 所以窮苦的人呢 他們在生活教育裡面的功課最多 遇到難題你就要克服 要克服你就要去做這個功課 那麼有錢的人呢 在古蘇維有錢的人很少 所以呢 欸 只要錢能夠解決 他都是不是他在解決的事情 所以他沒有難題 所以在生活上呢 知識就非常缺乏 那麼我們舉一個故事來說啊 說古時候有一個王源外 當然他也跟我們一般一樣 很同他的子女 但是他只有一個獨生子 那麼這個獨生子呢 非常的聰明 他們家裡也請了很多老師 來教他古詩詞 或者天詞作對 什麼都會 所以到12歲呢 這個王源外啊 這個爸爸就很高興 想要秀一下他的兒子的才華 順便提高他的地位 現在很多家長錯誤了 常常就說 欸 你這樣功課 考試考得這麼差 誰的兒子考得那麼好 你們同班那種 你讓我很沒有面子耶 就是這種心理 小孩子讀書不是為了我們的面子的 所以常常逼著小孩子 為了你的面子 我要這樣讀這麼沒有興趣的東西 這滿可憐的 那麼那個王源外 從早就有我們目前 有很多人的那種心態 我兒子竟然這麼聰明 我又是一個員外 那就替我兒子12歲生日 辦了一個宴會 那麼這個宴會 當然就邀請地方的官 什麼都來了 書卿來了 當場就表演啊 來來 這個叫他背一背 古詩詞之類 然後呢 隨便你們出一個題 他來做一個詩 看起來要五言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詩 他也可以做好 看誰能出一個對聯的一對 讓他來對 都通過 都非常好 所以大家非常的驚嘆 這小孩子以後不得了 這個才子不得了的 就好像可以意見到他未來 考上考舉 考中的狀元 或者幹嘛幹嘛 做什麼大關 都好像可以意見到他的未來 那麼這麼寶貴的一個小孩子 特別是在這麼有錢的 這個家庭裡面呢 就有奴才在扶持著他 還有悲女在扶持著他 有一天呢 扶著在扶持他的一個男的一個女的一個用人 偷偷跑去戀愛啦 那麼小孩子自己自己也蠻好的啊 就跑跑跑 就跑到街上去了 但是街上也不懂得玩 反而很好奇很陌生 不覺得就有一點驚慌 有一個不安的感覺 他不習慣你這樣子 但是一方面又覺得很好 但不習慣那個不安的那個陰影 融照著他 所以他覺得怎麼辦 就躲在街角上哭起來了 那麼一個才六歲的一個小乞丐啊 小乞丐絕對沒有活生的衣服 都是大人沒有穿好 或者破破爛爛的 披著那個衣服就走來 又留著皮膩髒髒的 看著這個大哥哥在哭啊 好可憐 人家就問說大哥哥大哥哥 你為什麼哭呢 我迷路了 那你爸爸叫什麼名字啊 我爸爸叫王顏外 人家都叫他王顏外 啊我知道你家 我就要過好幾次的換 結果這個才六歲的小男童啊 帶著這個十二歲 被認為是偏才的 以後會考上狀元的孩子 帶他回家 真正也回到家裡了 那麼這個故事呢 你不必要問我虛構 或者是真實 如果虛構的很真實的話 也是真實 那麼這個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就這樣 那麼這個小孩小乞丐 如果從生活 從這樣的一個一個出生地 跟王顏外 一樣的一個小孩的 同樣的一個故鄉的出生地 如果要考地理的話呢 就王顏外的小孩子呢 地理是不及格的 不但不及格是零分的 不然回到 才走出來外面就回不老家 那麼這個小乞丐的地理啊 怎麼樣 一百分 他不只在這個鎮上要飯 討飯吃 臨村的哪裡誰住宿了 哪裡做商事 哪裡有喜事 他們耳朵尖得很 一聽 他們就靠著這種信息 來要東西吃的 所以他們就跑去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所以在生活上就讀到這些知識 所以生活就是教育 那麼生活就是教育 這一句話呢 被學院被學主肯定的事實 是美國近代的一位教育家 叫做約翰杜威 他寫的一本書啊 叫做《民本主義與教育》 當然也有人發現說 本來就是《民族主義與教育》 裡面呢 那本書的理念就是說 生活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生活 那麼生活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生活 他一直後來發現 我們現代人呢 成了這個大眾消費的社會 商品化的社會 貨幣 貨幣經濟的社會 主要你有錢 你不必學什麼你都可以 生活的 主要我有錢 我要一個風箏 買 我要一個拖樓 買 以前不是啊 以前小孩子 我們要一個風箏 哪裡去買 自己做嘛 對不對 自己做 不過我那時候我記得我九歲了 那麼 爺爺就告訴我 前面的那個叫 緣牛丁啊 鴛鴦族 就是比較矮小的 那個 竹子的那個姿姿結結很細 可以當作竹哨把那一種 那一種 或者是 折來一個 折來一個 把它自己 折掉 就可以打小孩子的腿 打得好像雞腳印在這裡那個 那個 鴛鴦族人 兩旁呢 叫做帕蛤蟆 蛤蟆就是 如果用閩南話來講 一節一節叫做一喊一喊 我不知道廣東話 廣東話 不說 到底要怎麼講 一節叫蛤蟆 帕蛤蟆就 一節一節都拉得很長 叫做帕蛤蟆 他說兩邊的竹子 這個叫帕蛤蟆 後面那個叫長枝 枝就是一枝兩枝的長枝 那個是可以長竹筍用的 旁邊這個又可以做很多的編 編那個竹框 編籠子 編什麼 那個都可以用 其實後面這個也可以 但是皇子的什麼都可以用這個 不管 他說這樣子 你就到旁邊的帕蛤蟆 你要做風箏嘛 那就夠了 柴刀給你 砍柴的柴刀 我們小子好啊 就去啦 這個竹子 我們就以為這樣把它 這個叫做閩南話 我不知道 普通話我也不會講 叫做炸 它垂直 尾用九十度這樣 就把它 是不是斬 斬叫做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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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現在就說他動作 那個老先生在後面一看 五小孩 傻孩子 這個竹子用這樣砍 這樣炸 怎麼會斷呢 用破呢 批 砍 就斜就劈下去 就是 砍的一聲 就斷了 你知道 斷了 那麼我們很高興 拿著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這麼一 一劈下去 這邊是尖尖的那個 底上也是尖尖的 他們叫做阿伯水 好像鴨子的嘴巴 鴨胃一樣 他說不小心坐在上面 會插到你的屁股 趴下去會插到你的胸 來來來 用一樣這個道 你用刀肉 跟仙仙人 仙本來是國的意思 就仙仙 他就 那個尖尖就沒了嘛 收起來啦 那這邊呢 晃皮呢 也是吹子這樣 叫做什麼 倒掉 剛才這個炸 現在鴨 這個倒 一樣的刀 角度不一樣 動詞就這麼多 你看 好啦 那你現在要拿這個竹子回去 還有滋滋接結的啊 你回到馬路這樣不好走嗎 把這個竹子的枝 這個去掉 去掉閩南化 又是用這個刀 你逆方向 把它攔攔掉 攔 我不知道這個怎麼寫 攔攔掉 這個竹子的尾巴不要 把它多掉 好啦 現在不是一根竹子嗎 好像亮一竿 沒有那麼粗就對了 帶回家 帶回家 我們小孩子以為是 這個竹子帶回家 就拿竹子的中間啊 那竹子如果你拿中間的話 就等於原心 前面那一段也叫做半徑 後面也叫做半徑 那邊有人來了 我把這個半徑往這邊過來 讓那邊過來 但是你這邊的半徑會打到那邊的人 怎麼樣就是這樣 他說 傻孩子呢 最喜歡教孩子就先罵你傻孩子 然後再告訴你 傻孩子來 竹子要帶回家你就拿著頭就好了嘛 另外一端就讓他在地面 你就拖著回去嘛 就這樣走 都不會影響別人 所以你看 整個的過程都在學習 都在學習 回家爺爺要教你做風箏 現在就要把竹子剖開 剖掉 也是那個材刀對不對 只是現在不同了 竹子要用剖開 剖開又不是啪一下就一直到末端去了 剖下去還要這個刀刃 在那兒要這樣這樣 這樣才會剖開 它才裂開 不是用你的刀刃把它剖開的 而是你這樣的一個洞的時候 竹子的纖維才會直直的一直到 你如果這樣用 純粹用刀刃這樣一撇 那個纖維就走歪了 就出去了 所以你要把它剖到一根一根的時候 還是不行 很重 因為竹子有它的竹面 還有它的肉 你的竹妹帶著肉的話就很厚 所以風箏會很重 所以要把那個肉去掉 去掉也是一樣用那個刀 洞子又不一樣了 壓在地上 劈 那個叫劈 以前我們還沒有冰箱 我們的肉要切得很薄很不容易 因為肉還是軟軟 一切就這樣肉就這樣動對不對 你們就危險了 所以把它壓在砧板上 用這樣壓下去用劈對不對 你們如果廚房你就知道這個叫做劈 把肉劈得很薄 然後就這樣做好這個要一擠 姊妹就是用劈的 擠過洞池了 對不對 好啦 風箏你做好啦 不 還沒有做好 還沒有做好 那麼我們把姊妹呢 扶那個最簡單的叫做墨魚的風箏 墨魚的風箏就菱形 然後再加一些紙條 就像菜市場的墨魚 那我做好 線是奶奶用那個柱馬捏的 那個紗線 那是最牢靠的啦 好啦 我叫弟弟拉走 爺爺在旁邊看 好來 晃 我就跑啊 跑 這樣跑 怎麼沒有在上面 一看 轟針是滴滴的 就這樣打轉 這樣打轉 你跑得越快 轉得越厲害 你停下來 它轉轉的就掉在地上 老人家怎麼告訴你呢 你那個風箏是消風吹 風風箏 你那個風箏是瘋掉了 那怎麼能灰呢 風的風箏就不能灰 那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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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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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爻爺爺爺爺爺 val 沒有平衡 那怎麼平衡呢 那你把風箏這樣綁好呢 哪來風箏呢 你如果翹起來啦 垂下去那邊一定很重 翹起來這邊就比較輕 看你要把重的地方 摘掉一些紙條 好 或者親的地方你再加上紙條就好 小孩子總是覺得呢 加上去 你加上 加了好了 把翹起來那邊再加上紙條 結果風針一拿 真的平衡了 好 再叫弟弟 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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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還是往上面 怎麼畫上面看不到風針 風針紙在差不多跟我一樣高的這樣子 在後面跟著來 也揮不上去 那爺爺就說 哎呀 你的風吹頭肚 頭肚是什麼意思 男人的啤酒肚 肚子這樣挺出來了 叫做頭肚 那這個肚子這樣就是反拋呼線知道嗎 我們東西一丟就啾 這樣掉下來 這條線叫做拋呼線 你把它倒過來就反拋呼線 就好像肚子垂下來的那個 就你那個風針啊 頭肚怎麼能揮呢 那為什麼會捅鬥 他說太重了 太重那你拿下來 把左右尾巴什麼減輕一點 還要看平衡 結果再拉 啾 這個可以啊 好高興啊 到操場 因為在9月9 風針滿天叫的時候 如果男孩子沒有一個風針很遜 現在不遜就趕快到那個梯花那裡去給人家放風針去 那風針一放上去呢 哎 是高興 因為也是自己做的 自己去找姿子 雖然有爺爺教 但是很有成就感 他能揮就是跟我有關係 還可以記性 所以很快時間一過的時候啊 大人來叫回家吃飯啊 有時候真捨不得 怎麼那麼快 就把他收回來 他在走路回家說 好 我明天還要來放 好 就明天是真的要明天要來放風針呢 不是 這個明天是很有意義的明天 小孩子有明天重要不重要 現在很多沒有明天了 沒有明天了 所以要有明天 要有像自己的成就這樣 好啦 相對的 現在小孩子呢 在家裡玩電玩 看看什麼東西 突然看了電視裡面呢 比如說我說台北市 哎 有放風針耶 啊 風針好漂亮喔 在天空上這樣漂浮著 這樣灰很漂亮 原來一看 是在國父紀念館 那麼這個小孩子就吵著 媽媽 媽媽 我要放風針 他說 放什麼風針啊 你在家就好好的 我不要 我要放風針 現在小孩子生得少嘛 怕他吵得太厲害 好啦 結果在哪裡有嘛 然後 國父紀念館就叫他老爸說 老爸 你帶小姐 去去買一個風針啊 或者在那裡放一放 哎 你這孩子 好吧 走吧 就去國父紀念館囉 真的有人在放風針啊 就問那個放風針的啊 賣風針的人說 你那個風針有在賣嗎 有啊 有啊 多少錢 這個三百六 好 那我們買一個 這個老闆就說 你自己挑 他看看沒有信心 他說 你現在農輝這個 就給我們 好不好 好啊 給你啊 現就給你 小孩子接著在那裡放風針啊 爸爸還告訴這個小孩子 你這樣子 那邊有麥當勞 爸爸在那裡喝咖啡 你又帶手機 有事再找爸爸好不好 那裡的麥當勞算 國父紀念館的旁邊你知道 那個麥當勞生意蠻好的 你大概要排五六分鐘 才能輪到你 好了 咖啡拿來放下去了 找一份報紙真要問 咖啡 怎麼手機響啊 一問就是兒子的 爸爸 我要回家 什麼你不是 你紅針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不好玩 不好玩 熱 這樣拉 又怎麼樣 就這樣又怎麼樣 一點成就感都沒有啊 前面那個小孩像我 我們有成就感啊 就恨不得說 為什麼不再有一段線 我就可以再接上去就放得更高 只有這樣在要求啊 到不會接著無聊 他就 我就告訴你 不要 什麼看到什麼就要 什麼想要什麼 你現在不要 好啦 再等一下爸爸就過去了 就把他帶回家了 這兩個小孩都擁有過風箏 但是一個小孩 前面那個小孩要擁有風箏 他學習了多少 他認識了多少 他認識了多少 子子的種類都知道了 那麼這個小孩沒有 所以美國的社會到後來生活一方便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商品化 只要你有錢就可以買到 大眾都消費得起 所以都不會做了 不會做了 大概二十幾年前的美國很流行 並且在教育界也寫論文什麼 叫做DIY 聽說過沒 Do it yourself 對不對 你自己做 窮人哪一個人不是Do it yourself 不是啊 我們窮人要命 什麼東西都自己來 沒有錢 所以呢 把那個很正常的一個生活的一個學習呢 我們都放棄了 我們都放棄了 其實小孩子在生活裡面可以學到好的東西 不過我現在就是說 今天大家來了 不管是老師或者家長 對小孩子都非常的重視 對小孩子的教育都非常的關心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大人 當然就可以教小孩 你真的認識小孩嗎 我們對小孩子要求的那些道德 或者什麼呢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這樣來講呢 小孩子發現了他的行為的一個不軌 或者是錯誤 有時候的事情你都還要了解他的背後 為什麼他有這樣反應 那因為我過去就是很壞很壞的一個壞小孩 到了大人也是壞大人 到這麼老還是還在在換錯 這樣都可以學習到 我曾經寫過一篇呢 散文之類的東西叫做 屋頂上的番茄樹 為什麼呢 我們家那時候沒有撥油 從大原山運木才回來呢 一定到我們家的門口就這樣轉彎 往太平山林場去 所以卡州在走 這樣一轉彎的一個離心力 就養起很多的灰塵 那個灰塵都在我家最多 我家是最厚的 所以屋頂上的瓦片的屋頂 我們長了很多草 屋頂上會長草的 風吹了草的種子掉在裡面 但是我家很特別 有幾棵番茄樹 番茄樹我懂 但是它還沒有長番茄 然後我就問 爺爺 我們的屋頂上為什麼會長番茄 是你種的嗎 我怎麼會去吃 真是傻人了 又不是傻瓜 把番茄種在屋頂上 那為什麼會長番茄 他就說 這樣麻雀去吃人家的番茄啊 肚子飽了要大便啊 就在我們屋頂上大便 屋頂上有一些泥土 它就長出來啊 我繼續問 那它為什麼會活下來 為什麼會活 老人家很簡單 想要活就會活啊 好啦 那有一天是美式老師 來我們來畫我們的家 我們就提形的屋頂就畫好了 這樣下來畫一根門 門黏紅的啊 這中間還畫一個三角形 畫一個圓圓 就是電燈泡這樣垂下來 這邊在樹啊 後面如果喜歡的話 還把那個山的零線這樣畫 如果你更想清楚的 就畫一個山 這樣就是好像鳥在灰這樣幾個 有的還加一個太陽 這樣須須的太陽 就每一個人 我的家都差不多一樣 那一張畫啊 我覺得呢 屋頂上的番茄樹 番茄樹是主角耶 所以我要畫番茄樹 這個屋頂啊 我採取了這麼一半 就以後畫番茄樹 當然那時候還沒有長番茄 我已經把它畫成長成番茄來了 因為我的想像中 我家的番茄 以後就是變成這樣子 老師看了看 走到我那裡 你這畫什麼 老師教你畫什麼 畫我的家 那你的家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 我說番茄啊 你這家跟番茄有什麼關係 我的家屋頂上有番茄樹啊 就打過來你知道 打過來打了兩下喔 我家都正在這樣 怎麼會活呢 奇怪 爺爺那句話出來了 他想活就會活啊 氣慘在後面 你不想活再說啦 啪啪啪 你看多陰謊你看 我鼻血已經流出來喔 老師把話說一說就回去了 我還叫同學 我們同學會 因為你脖子這樣身上 我用這個 用這樣斬一下 不要太重喔 等一下 然後這樣一下 就拿那個自己的筆記本 碾成兩個筆 那個紙條塞在裡面 塞到放學回家喔 他已經不留了 也忘了 老師打隨身 我們也常挨打 特別是壞隨身 回到家很高興 看到我家的屋頂 那個蕃茄樹 後一吹真的很癢 哭得很傷心 好像看到媽媽一樣 我一打 就這樣的一個 如果老師好好跟我談 真的嗎 我家怎麼談一下 還可以對不對 不是 那麼我就這麼煙忘了 我看你們的小孩在學校 在很多的一個不小心的一個大人的面前 你知道你的小孩 遭受了多少的冤枉嗎 有時候他回來不敢講 講了你還罵 因為老師罵你就對 反正你有不對才被罵 不要回來我們的小孩 所以啊 我台北師範了 被退學 我被退學的經歷很大很長的 羅東中學退學 投誠中學退學 家裡有一個義母 我們生活有矛盾 緊張 我乾脆就不要在家 就離家出走 我離家出走要找工作哪有 結果在台北的保安街 那個是MV北路山段的右手旁 一直到重慶北路 這一帶叫做保安街 全台灣規模最大的禁擬戶都在那邊 我竟然找到一天才找到一家 破破亮的電器行啊 修理電風扇 那一代的電風扇 那個時代啊 冷氣這個名詞還沒有喔 禁擬戶的房間就是一個榻榻米大 再來一個可以下來 旋轉的一個地方就一個門這樣 所以需要電風扇 所以那裡有上千把的那個電風扇 審壞率又很高 那個老闆娘就先給我考試說 你會不會修理保險師啊 我說那簡單 開關之類的會不會 我說那都很簡單 那好 他先生還愣著 第二天 我的答案就來了 不必愣了 因為紀女婦那邊來電話說 哪裡有電風扇壞了 就叫他先生帶我去 那裡去修理電風扇 我後來我就知道 因為他太太要找一個替死鬼 為什麼他先生每次都說 我去修理電風扇 哪一次是真的哪一次是假的 哪一次是奸差的 什麼東西 現在總是有一個人聽 我就在那裡修理電風扇 那麼也半年多了 我看到那些紀女 當然有執照的話 他分成甲級以及秉級的 因為那個是政府認定可以 每一個禮拜都要身體檢查 我看到紀女的一個生活的生態 我還沒有同情他們 我還沒有 因為事實就是紀女就是紀女 甚至於在大難人的社會 跟梁家婦寧吵架罵罵到後來 你這個婊子 人家也沒有當紀女 也罵人家婊子之類 就把一個名詞 紀女的名詞 當作臥語來罵人 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並且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當紀女 後來我在台北師範 被退學到台南師範 我跟老師挑戰後來被趕出外面 不能上課我就跑到圖書館 才發現說圖書館的書少了那麼多 上面有一捆一捆的包起來 把它包下來一看禁書 你不寫禁書還好 你一寫禁書我會看不可 所以共產黨的宣言 那些俄羅斯的一個好小說 因為當時在緩共抗惡的時代 主要大陸的作家沒有過來就是共產黨 陸書館的更不能看啊 都不能看啊 以前台灣留學都日本 不然就美國 英國 多國少一點 中國大陸以前留學 蘇聯 所以他毆語是直接翻譯過來 翻譯的刮刮球 是叫刮刮球嗎 香港人 都翻譯得非常好啊 抱下來讀那些 讀了那些呢 他們的文學從普希金開始 這樣一百年啊 他們是現實主義的社會寫實 現實主義的社會寫實 那麼社會寫實的話 俄羅斯大部分都是農奴 都是奴隸 那麼當然他的子女當季女去啦 當什麼去啦 所以在那個Dostoyevsky的小說裡面 就有寫一個大學生啊 在生理上的一個需要 好像要去生理上的一個性的解決 但是又覺得不行 不能該 但是很矛盾 有時候有時候人一個厚爾蒙一起來 不是你思想可以控制的 好啦 看一看在排懷啊 沒有人就衝進去 衝進去 進去總是會把你帶進來 好啊 很衝動地把衣服一脫啊 結果大學生就稍微冷靜一點就 你不要再脫了 帶著哭腔喔 你不要再脫了 你們進去是苦難的象徵 結果進去說 你說什麼我不懂 反正我衣服脫了啊 你就要給錢 錢給你沒有關係 你就跑到外面去懺悔 好啦 這句話 那故事 那種種的事情 讓我呢 開始有受惠的問題意識 我們羅東是木材外銷的 酒家禁寧戶 全省有名的羅東啊 宜蘭縣的羅東啊 那個時候我有受惠的問題意識 又同情禁寧 那樣 我有在禁寧戶工作的經驗 才寫抗海的日子 那我在寫抗海日子 我在寫那個沒有稿會的文學紀刊 在各一個禮拜啊 就要出來 我寫了三天就沒有人去上班 就工作就丟掉了 我寫三天的時候 第二天還寫到哭 我太太說 我前天沒有睡覺 今天還在寫 後來她就起來 看到我在流列在難過 你生病嗎 我說不是 那你為什麼哭 我說那個白眉好可憐 我太太說 蛤 白眉是誰啊 我說就是我在寫小時候這個禁寧 寫到怎樣 真情的 真情的這樣在替那個禁寧在說話的 所以寫禁寧的東西都太多了 我那一篇算是蠻特別的 她也要尊嚴 那麼低賤的人還要什麼尊嚴 她是要 當她有一個孩子抽香滿滿的時候 她抱著孩子上去 這裡也讓她位置 那裡也讓她位置 當她坐下來空的位置的時候 她還不敢 人家還把她坐下來 一股很溫暖的感覺 就充滿了她的心 眼淚就掉下來 看著她的嬰兒 她說這個位置是她搶給我的 她已經回到跟我們一樣的一個人了 所以我才會體會到那一些 所以我們都一個文學的創作 是從生活經驗來的 不是說我讀了文學院 我懂得文學的理論 又讀了特別是鄉土文學 什麼叫做鄉土文學的定義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寫了鄉土文學 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情讓我很難過 或者讓我很感動 我想寫 把稿子攤下來 並不是說好 我現在來寫一篇鄉土文學的小篇小說 一幕叫做抗海的日子 哪有這樣 抗海日子 就想到那個白眉的種種 他的成長 他的遭遇 他的種種 就這樣來寫 所以你看像我這麼頑皮的小孩 你看從羅東中學退學 途中中學退學 離家出走 再進一步工作很辛苦 好啦考台北師範 三十四國起義國竟然被我考上 但是呢 讀了一年又被退學 那麼那一次的退學呢 我還是要強調 生活的教育的一個重要 我們台北師範說我退學是 隨其中寮才通知我們家裡嘛 我才知道的 所以呢 在那個隨其快結束之前 教育廳長 那個時候的教育廳長叫陳血平 他的辦公室就在現在的監察院那裡 那麼他到台北師範去演講 他講什麼呢 他說你們以後出去都要當老師了 那當然是教育 教育要有愛心啊 但是教育的愛 不是我們說愛啊 愛心的愛啊 要有耐心 你教小孩子一次 小孩子不懂 你要不要教第二次 大部分的老師都會教第二次 第三次再教 老師再不會 很多老師就管他呢 不會不會就考試成績不好 來課就好了 第四次他更不用談了 但是就有這麼一位好老師 他會想說奇怪 我怎麼教他三次四次都不會 是不是我舉例不夠 沒有比喻 沒有什麼 或者是引起動機沒有氣好 回家想來想 改來一改 明天在教的時候 小孩子就有很多人懂了 所以當老師啊 就要有耐心 沒有耐心就沒有愛 沒有愛就不要去當老師 他就講這個 所以當老師也沒有什麼權威 教學不是說 請問你在哪裡當老師 在哪裡教書 不是 我應該自己是老師 我在哪一個學校教學 因為我一邊教一邊在學習 我學校被一退學 我才知道 羅東學學已經退學 投存退學 離家出租好不容易 考上台北師院街內 有一點面子跟家裡聯絡 現在又退學 那怎麼辦呢 我拜託了老師 拜託了學校 沒有辦法 校務會議都開會決定 紀錄也有 沒有辦法 那個農業社會 一個人會去推銷自己的那個觀念 在我們中國人的一個不敢的 我只有想到能夠教育廳長 我要去找教育廳長 你看我當時走投烏路了嘛 困境 你就想什麼樣能夠解決你 我早去教育廳前面等他來上班 我說天長 我是台北師院的學生 我聽你的演講很感動 他覺得我呢 他不理 就到他的辦公室 門一打開 以為這樣一關 就把我擋在旁邊 他門一推我就已經進來帶他後面 他一關我就在這裡 他坐下來說 聽長 我是台北師院的學生 我們學期末請你到我們學校演講 我非常的感動 對 教育的愛就是要有耐心 我們台北師範沒有耐心 我已經被退學了 那個時候呢 非常缺乏老師的 我可以當很好的老師 現在是包班次的 我會作文 我會畫畫 我會運動 我會什麼 老師就是要這樣子 當然退學對我的前途影響很大 但是我們國家也會損失一位好老師 汗流加倍 那個 聽長看看 所以 他也是我的貴人 結果他說 師範學校嘛 哪個地方都一樣 工會 平常又不能回家 我給你寫一封信 你試試看 到台南師範 後來我台南師範也留級一年 都讀那一年 也退學喔 過 轉到那個屏東的師範 我留校查看在屏東師範 不斷不能再發生事情 張校良那個校長 是山東人 高大 這個 胸腔很大 他的聲音是bass 很低沉 他 哈哈哈哈 喔 黃成民 你是留學生啊 我說 我不是 什麼不是 你從你們的羅東這樣留 留到脫城 再留到台北 再留到台南 現在留到我的屏東這裡來 怎麼不是留學生呢 三點水的流 我說 是是是 馬上就問我 你知道 他說 那屏東再下去是哪裡 你這樣一直下來 屏東再下去哪裡 糟糕了 屏東的地裡 我們也沒什麼學 要潮桌什麼事 後來才知道 所以我就弄了 那麼就講一個目標比較大的地方 他說 屏東再下去 巴士海峽 他說 嗯 你對台灣的地裡還有一點概念 那你要知道啊 屏東的師範學校 是台灣最南端的師範學校 再下去 可沒有師範學校 我一聽了就安心了 不過是這樣子喔 我說留你是這樣 留校查看 你可不能再換錯 換錯了 當然 就退學了 我說好 欸 兩個禮拜過了 他的那個辦公室的 那個張九梅 我永遠都記得他 他來啊 真的把我嚇死了 黃沈銘 你也是你完蛋了 我說什麼事 校長叫你禮拜六啊 到他家去吃飯 欸各位想一想 我是這樣的一個壞學生喔 他退學到哪裡 當然禮拜六 有的會 屏東的近教的一個學生啊 會回到他家 我沒有辦法回去 宜蘭嘛 那麼要耶 竟然去他家吃嘛 吃什麼我已經忘了 反正時間到了 校長就站在日式的一個房間 有一個玄關 那麼太太 兩個子女都站在那裡 好介紹 這個我太太 這兩個孩子 都是在屏東出生的 所以 大的叫做張乃平 屏東的屏 第二個叫做張乃東 屏東的東 很正式的 那天吃什麼不知道 但是呢 之後呢 那你就想 不是罵我打我 為什麼會這樣子 人才開始喚醒 如果你打他罵他 我已經還你了 拉平了 我有沒有還醒的 不會 所以小孩子 那些老師有時候就 給我搭著肩 村民 你實在是讓人很頭痛 你很不錯嘛 像那個音樂老師啊 那天我還記得 我說老師 我生日那一天 我自己都不知道喔 他說村民啊 今天是你生日 老師 你怎麼知道 怎麼不知道 我怎麼當老師 來 這個禮物給你 他給我什麼禮物 兩本書 其實這兩本書 現在是一本 範古傳 宜光中翻譯的 美國的一個傳記學家 叫做Stone 非常好 這本書各位看看 那麼我翻開一看啊 老師寫的 村民 你的聰明才智啊 就像一座礦產 礦產 那麼礦產 是要慢慢慢慢 去挖去 才可以 所以你要慢慢的努力 那麼換古就是你的榜樣 哇 知道我為什麼還要畫圖 我本來就喜歡畫圖 太講我就神經病的畫圖 那一陣子讓我畫圖 非常的進步 那麼這個劉天玲老師 他組織了活唱團 我也是活唱團 我的聲音也不錯 我唱Tenor 那時候的活唱團 唱了很多的歌 但是十多年的校慶的時候 我們編了一個兒童劇 是我編 我導的 包括一些不僅我寫的 是把那個安徒孫的紅鞋 大家要知道紅鞋 那個佳蓮把它演出來 最後的Ending是什麼呢 那個佳蓮 只要把它砍斷了 紅鞋就這樣跳舞 就跑走了 後面我用大火唱的一個唱 Ave Maria 聖母聖 古諾的聖母聖 古諾的聖母聖很好聽 Ave Maria 我現在不好表演了 這個很莊嚴的 真的大家要掉了 對 我從頭到尾都不敢看 那個林立主角 很好看 你這看我都不敢 到後來張孝良校長說 各位同學各位校友 當你們被這次戲感動的 眼淚都還沒有乾之前 我給你們介紹這位導演編劇 就鼓掌了 林立才把我帶出去了 後來我們幾個人就說 我們要好好弄兒童記 但師範學校一畢業就分散了 並且在那個貧困的時代 你要演什麼兒童記 要錢 要布景 要燈光 要什麼 沒有 但是我一直就記著這個 那時候音樂是老師替我幫忙的 音樂是他替我選的 他這一段 那你最後就鼓掌的阿伯瑪利亞吃就好 就這樣 所以我那天一談 他才感動 他都說我都差一點忘了 所以 其實我要講東西 故事蠻多的 因為我過的橋還不少 所以 因為時間關係 能夠跟各位這樣聚在這 讓我再講講我過去的經驗 如果能夠讓各位值得去參考 面對著我們的未來 誰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小孩子 你說未來三十年 你坐在家裡 把身體養好 三十年會到 我就是你以前說三十年的未來已經到了 社會沒有改變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小孩子的未來 三十年後我們的社會有改變 就因為你們對他們的教養 或者讓他們有好的同書的一個素養的一個選擇 他們慢慢會累積下來 所以同書不要以為說 這個在教有孝順二十四教 我就要讓小孩子教條去學那個 不要 一定要有故事 那個故事不生動 裡面的東西都包不住的 一個要再怎麼樣呢 故事很重要 一個要怎麼樣的有營養重要 因為它很難入口的 良藥苦口 所以要有糖衣 所以那個故事就是糖衣 你吞下去 真正的苦 真正的良藥 讓它在肚子裡面產生作用 你在它口感馬上就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不要用大人的眼光去選擇 那種道德的教條的 要做畫畫的 都是翁仔的眼睛大的 像卡通那個盡量不要 那個不是美 現在台灣都是封那個翁仔啊 馬祖的翁仔啊 馬祖 菩薩的翁仔 卡哇伊 卡哇伊知道嗎 很可愛 馬祖用可愛來 很沒有禮貌耶 菩薩 一個袈裟這邊錄出來 又很性感 很沒有禮貌耶 但是我們的商品化變成這樣的地步 小心 謝謝小孩子 謝謝你們 不要讓小孩子中毒 外面毒不太多啦 謝謝 謝謝 我們剛才非常專心的聆聽了一輩子都很誠懇的黃春明老師 非常誠懇跟我們分享他的成長 然後也帶了很多很多我們真的非常需要知道的關於一些教養 關於怎麼樣去扮演父母親的角色 怎麼樣跟孩子溝通 那今天呢 在我們的現場 其實因為我們有跟兩間書店合作辦我們這次的童書節 也是讀書人書店 那他們有在我們的現場有擺放我們選出來的101本童書 如果各位家長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翻閱一下 如果喜歡就帶回家 那另外我們有跟城邦書店 也有合作 所以他們呢 就在我們這附近 灣仔這邊 也有書店 那這101本童書呢 也可以在那邊找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 也許你以前不是童書的忠實愛用者 愛讀者 但是從今天開始你會發現 閱讀童書的樂趣 為什麼 因為寫作童書的人這麼有趣 閱讀童書的樂趣可想而知 黃春明老師是我所認識的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年輕的人 我也經歷 我也吃了蠻多鹽 也過了蠻多橋 當然跟黃老師比起來差很多 但是黃春明老師 確實是我所 我真的 我覺得是我所見過的 華人世界裡面 語言魅力最強的一位大師 因為他可以讓你前30秒鐘哭了 後30秒鐘爆笑 就截至目前為止 我很努力在蒐集這種非常可怕的大師 因為他完全可以操控你的情緒於無形 對不對 這才太厲害 但目前我覺得還沒有找到第二位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很開心 今天有這樣的機會跟榮幸 能夠聆聽到黃春明老師的演講 我們再給老師掌聲 謝謝老師的辛苦 謝謝 謝謝 大師兄